孩子怎不让我生心 哪个快递竟然给我拿错了 你看这是啥 快递拿错了 那招快递约换过来不就行了吗 来 我看你的容易 你这保了离闪城外闪城 保了可掩饰 结果我这一打开一看 原来里边装的是一块钱 这是一块阴怨 你看上面写了面质 确实是遗怨 而且还是一块把念了 约大头 这个班不错 牛哭造 天化 空心眼 如来是PCGS的盒子 拼几给的还有粉 VF30 味道状态都不错 这可不是一块钱那么艰难啊 这没下来得好几千块钱来 那照你这样说的话 我儿子给我立了一个大功 我没的是九块九的东西 没想到一下子 平白无故赚几千块 我没听错吧 是吗平白无故赚几千块钱 这刚才你不是说 这块地拿错了吗 是拿错了 你不是说只几千块钱吗 对呀 我这是好运来了 拜拜到时候几千块 回去我得教你儿子一个大几千 哎呀 你这种想法正好是错误了 从小你看老师都教育我们 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 还有这个快递拿错了 快递上携了都有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 别人丢了这么贵重的快递 肯定是要过来招你的 还有孩子的内心实践啊 其实他感情量就像一掌白痴 你这样把孩子带便 也不太合适啊 你回去对吧 你给他别说买几团了 快递不是他拿错了吗 你可以亲自拎着他 给人家换回去 让他学会如何处理事情啊 你这话说嘞 像一个教室也是嘞 没有没有 我身上给他送一句 他送错了 真人不在乎 再说 我的东西 给我送哪儿去了 我还不知道嘞 你这摇散合适的也不好吧 确实是我有点过分了 其实我的本意也是为你好 你感觉好啊 你可以做一个惨好 如果感觉不合适 你自己看着办吧 毕竟大家都不是这个小孩儿了 啥都不说了 你把我看看这块音乐 知懂了吧 我对这个也不懂 那行 你不懂 我就大概来给你讲一下 像这种音乐啊 是拼几乳喝的音乐 你看上面写着有 总化民国把年早 像冤大头 中共发行了四个年份 三把九十年 也是国具大家 平时适用于最多的这个六桶国币 按他这个春时量来说 这个把年的年份是最少的 一般像散 九十年 这个状态的话 大概现在下来得以两千块钱的样子 而你这个把年的状态确实是不错 你看 圈子口 圈神的 鼻面 没有明显的这个六桶痕迹 保奖的话是属于这种 签罐装 驴袖保奖 因为批壳 你看 已经乳喝 而且还给粉了 一般这个批壳的拼几非常艳 就看你这个状态 总喝而言的话 我认为啊 这块音乐 大几千块钱 暂时是没啥问题了 大几千块钱的 对 我看你这个人也不错 别大几千了 我准备买一部新收集 还差三十千块钱 你看看 就自己要给我陷阱了 哎呀 你这让我锁您上后来 我刚才其实已经给你锁了 非常清楚了 这个不是您的董爷啊 自己千万不能做决定 你看拿错快递了 别人也有您的这个信息 对吧 肯定不会善罢敢求 你这也不适合卖楼 老板您说那些 你是不是想养我的价钱 没有没有 这样吧 你也别给我那些了 我再给你偏一点 我三千五多钟 这不是签的问题 这和签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因为毕竟这个董爷不是您的 董爷有那么贵重 我还是建议你啊 还是给别人拿回去 不然的话 对吧 对孩子影响也不是太好 那你这样说 我都已经知道价钱了 我卖给人家去 你不要 那你再转了 再转了 再转了